奇妙的感動 但願你會懂 我願和你吵著感動 華恩老師 華恩人的主持人 華恩超華FB前的全球超華家人 還有現場的超華家人 大家 華恩 華恩 其實大家都認識我 我叫張欣文 大家都叫我張姐 張姐 沒有關係 都可以 我以前是很愛算命的那一個 因為我是比較不喜歡說 跑公廟 抽籤 什麼什麼 我這個都比較不喜歡 而且沒有去輪舊 但是我就是喜歡 跑那個指揮抖術的老師 所以我認識我們老師之後 我真的是要感謝他 他拿了一本超級詩詩密碼給我 他還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你這段邀請你看得好一些 如果說你去分享 這個功德力真的是很大 那我們現在的累計都想說 好啊 那我做一些功德 也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拿回去看 但是我的習慣 跟那個淑琳真的很像 我拿到 我拿著特朗門裡面的腳的心碼 全部都寫在上面 這樣我也不用去修圍 這樣我也不用去拜 都不用 他就自己拿來就自己做 但是做了做了大概做了快一年 他有感覺說 那個感覺就是覺得 這樣平平的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有一次 我們到了桃園 好像板橋去上了因為愛的這一場 他認識了人的恩子幫 所以我在這裡要先感謝人的恩子幫 因為有了他們 他們兩個人的代理才知道說 蛤 步驟一二三 蛤 還要基因會 蛤 還要網路共修 就很多課程這樣子 所以開始激起直追 那這個激起直追大概是 兩年六幾個月 那這兩年當中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生命故事 那我的生命故事的重單是比較重 因為我是想說我的公司能夠順利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因為孩子 娶媳婦都沒有生命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很熱的 所以還有就是說 我的身體真的是很弱 你都心裡 然後我前兩天看到我以前 八年以前的相片 才知道說 蛤 原來我是戴著兩個眼鏡的 也就是說 那個 黑眼鏡很重 真的 那個相片如果你要看 真的是不像人 有一次我們去參加老虎共修的時候 剛好是在園山 那一天好像很幸運 就被安排跟老師坐在床桌 老師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那麼瘦 而且我做事情都很緊張 老師說 領會在床10公斤 我想說 有一次我們去出差的時候 我兒子 就是在附帳 在櫃檯 我就想說 我趁著上面去趁看看 結果我49公斤 我就跟櫃檯先生 跟我兒子說 49公斤了我胖2公斤 然後那個小姐很冷的跟我講說 我們的秤女士多了2公斤 也就是說我沒有胖 那伊德老師之後跟我講說 會胖4公斤 所以我現在胖得快了8公斤了 這是第一個祝福 第二個祝福就是 我去了美國之後 因為我有一個擋結石的問題 我真的是痛苦了 那這個擋結石 這個病方又很難去弄那個開刀 他只有靠著我自己去養生 或者吃一些化酒草 可是就是始終也是吃完了 三個月也有痛 吃完了三個月也有痛 所以子彭剛剛有跟我講說 我來去美國 我想說 不錯喔 因為我的事業一直很忙 他從來也沒有去過美國 真的有熟 然後就跟著他一直去 然後去的時候 我就問老師 老師有一個拔苦的那個課程 那在當下很奇蹟喔 老師在上健康密碼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 坐在那邊有一下就開始痛 而且痛得非常厲害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應該唱的 因為我的課程就是步驟1 2 3 那我可能是 我在秒秒GTH的時候 我想說 很細心的想說 我應該是弄錯了 我應該是要趕快參與 然後老師在上課的當下 我就是坐在那邊開始參與 那參與的時候 第一個 欸1千百也不行 不理我 2千百 不理我 3千百 不行 我想說那怎麼辦 我又很急 因為老師在上課 我也要注意聽 那後來就是 事情本的療癒潛力 然後請奉勢 我發了那個臉之後 欸很奇怪 就這樣子 很舒服 而且去到了一杯溫水喝了之後 就開始喊舒服 那回來之後 這個問題 放心了我好像忘記了 因為為什麼忘記 好奇喔 所以老師今天有講這個 希望說 當你好了之後 你的心 你的光耀光 會鬆懈 所以我覺得說 我不能鬆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助理 第一個就是前面 第二個助理 這個是第二個助理 那第三個助理就是說 我都會擔心 我會痛 不結婚 不結婚了 還會有小孩子 那小孩子 我就想說 我來製造營造機會 我的媳婦 我就跟我的媳婦講說 不然我說 8月25號 分享會 不然你這樣 幫我們搭一人 我說 那幾個人 我說 越多越好 後來我想一想 欸 平安 那個人好笑 不然叫他六十個好 四個就好 我說四個十個就好 結果他真的是 有一天我去幫他給他洗 我知道因為他是美容師 好 去給他洗頭 他跟我講 蛤 我人嗎 你吹個 我想說應該是四個 沒有想到去的時候 是七個 去了七個 結果是8月25號分享會 9月25號的時候 你不跟我講 媽媽我好像懷孕了 現在懷孕了 好 現在懷孕了 結果現在已經是兩個月了 生出來兩個月 而且那個寶寶非常漂亮 這第三個禮物 就是我們在這個 老師雖然是住不住非常多對不對 那禮物也是很多 可是我必須要怎麼樣 不要想說 你要不要去GPS 你要不要去精進 那我就是 老師的課程 我剛才把我拿來都不敢漏掉 每一個課程我一定要去上 那不管是大型的小型的 所以我現在沒有時間到外面去完 絕對沒有 我的時間就是超滿工作 超滿工作這樣子 所以最近我兒子有跟我講說 然後我小孩子大一點點的時候 我跟妳去經營會 那個老二跟我講說 她要來經營會 所以我媽媽就是來做到 小孩子覺得說影響她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 妳就想說老師是希望我們 要很快的成長 但是我們始終就是把她 沒有很在意 沒有很用心 但是妳知道我們這個用心 雖然我們很多的祝福 但是我們就是要 一個要有感恩的心 因為我們來到一個偏遠神山 就是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 那麼多的禮物 我們就是要秒秒去感恩 秒秒去GTS 秒秒去經濟 秒秒去學習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要請你分享到這邊 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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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